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列席的官員 我是不是請部長 李委員你好 剛剛不是這個不讓你離開 是 不會是因為我個人的因子 因為立法院這邊你們 既然請了委員會的主席來排這個案子 就應該要重視 你說你要中途離開 如果對這個案子反而造成一些阻力的話 我覺得也不妥 所以請你能夠諒解 因為這個事情是這麼重要 所以不應該 不應該 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是 可能是次長 或是說是司長 那麼在這邊 跟100%做巡打 就可以了 因為裡面有太多的問題 必須要做這個政策性的一個擬清 第一個我先請問你 你這一次的 算是改制 你從司要變成屬 你最主要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在矯正機關管理方面 過去事前不統一 一部分是由部裡面的矯正師 像建立這一部分 那看守所那一部分呢 就在台高檢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守護科他在負責監督督導的 那矯正署成立之後 事前就統一 我們法規由矯正署來做一個監督機關 這是第一個 讓他事前能夠統一 那當然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說 現在那個監督人犯超多 已經達到六萬四千多人 而手屬的機關又有七十八手之多 在這矯正機關有這麼多的機關 那那個所有職員也有八千人左右 那麼這麼多龐大的單位機構跟人力 而只有有矯正師這麼小的一個小單位的人在管理 他在人力負責方面會覺得非常的不夠不足 副長我知道你剛上任不久 這個案子應該不是你的這個上任之後規劃的 是之前的副長規劃的 或是說之前這個政策決定的規劃的 但是我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充分的理由 都不是充分的理由 而且跟你的書面報告好像也不盡相符 書面報告裡面說的好像也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按照你的理由的話 教育部裡面的一些師 像高教師、國教師 這些恐怕都要成立鼠 恐怕都要成立鼠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是一個正確的理由 成立一個鼠 鼠跟師最大的一個 組織的一個功能差別 你的理解是怎麼樣 師就是部裡面純粹的幕僚單位 而鼠呢 它具有政策性的一個機構 也因此呢 那個矯正鼠成立之後 它對於整個的矯正業務 它具有一種政策性的決定權 而不是一切都要靠法務部來幫他們決定 也就是未來將來在矯正有關的政策面 在矯正鼠 它就有權力來決定 部長我跟您報告 也提供我的潛見 師跟鼠最大的不一樣 鼠本身附有更大的一個執行的任務 鼠本身是四權統一的一個執行 那師本身在執行上 確實是比較弱 但是透過 透過部的一個決定 在這個執行上 還是可以四權統一的 我不認為說現在師長沒有辦法指揮 這個七八十個這個監所 我不認為他沒有辦法指揮 政策的工具 法律的工具也不會不足 除非就是 部長不支持這個師長 除非就是這個樣子 那成立鼠以後 它確實在組織上看起來是比較四權統一 因為他算是一個所謂首長 首長的一個機制 然後在預算上 在組織在法律在工具上 確實是給署長 比較大的一個空間 但是這個是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嗎 應該不是 現在 在矯正的這個業務上 可能這個不是最重要的業務 現在最重要的業務在矯正 在監獄的行刑 羈押等等 這個連我們國家 所成立的人權保障的委員會 提出來的國家人權的報告書 都已經提示得很清楚了 現在最重要的不是這個 對不對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部長你有沒有去看過那個報告書 有沒有 我們是說 希望朝著那個 不是我現在跟你確定的是 你有沒有看過 由行政院主導的 那個是劉兆玄院長時代 所成立 然後已經 提過一份報告書 國家人權報告書 有沒有看過這個 沒有 司長有沒有看過 也沒有 所以你整個現在 司法的這個執行面的部分 整個國家人權的缺失在哪裡 部裡面都不清楚 那不清楚的情況下 你說現在在矯正上 從執行還有整個矯正 到底要往哪個方向來做修正 你們根本跟行政院是 是不一致的 可以這樣講是不一致的 現在啊最重要就是 對被告 以及被刑刑者 就是被這個判決確定 開始發監執行的 保護 不足啦 保護不足啦 好那你這個屬成立你是要 解決這個問題嗎 是不是 那當然對這些 收容人 人權的保護 我看不到這方面的理由 說實在是看不到理由 所以這個跟國家 在做在法務部有關的 這個業務上 是不一致的 那這個為什麼 大家這個在這麼多的委員 在這邊對你們的 這個 績效 特別是對 人權的保障 這一塊啊 是有意見的 然後也悲觀 說你們成立一個屬 從屍變成屬 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你人不變嘛 你現在所有的 可以用的法律工具沒有變嘛 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那最最 簡單的一個問題 最最讓 這個國人覺得 也不知道怎麼樣來幫你們處理 就是 監獄看守所裡面的 人滿為患 這個部長你有什麼解決方法 這個成立屬可以解決嗎 這是解決人滿為患 那個成立屬的一部分功能 怎麼解決 成立屬可以解決人滿為患怎麼解決 他統一事權之後 可以調配 這個監獄人 多可以移轉移監到別的監獄去 那請問一下部長 現在哪一些監獄是人比較少的 哪一些監獄是人比較多的 哪一些監獄是人比較多的 市長你來協助一下 你這個人犯的一個 安置 有這個不均勻性嗎 我們目前超收的比較嚴重的 就是我們在北部地區 北部地區 大家比較喜歡到這邊來嗎 也不是 就是我們在整個的這個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樣子呢 那所以剛才部長提到了 我們在整個的一個角色政策的方向來講 就是說我們可以統合 你現在你不要告訴我說未來你成立屬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也在一直在 每天在掌控 你總不能說我什麼事情都等到 我的這個屬成立以後我才可以動 包圍不是這樣子 現在我束手無策 不是現在不是這樣子 我跟妳講 而且也不是只有北部 是 部長你如果去台南監獄看看 是 台南監獄是很重要的 菸毒患的一個重點監獄啊 我剛才給委員報紙 整體的超收百分之十八 那你要怎麼解決嗎 你不要說我成立屬我才能夠解決 我現在沒有成立屬 我就不能夠做政策規劃 不能再努力的 就是說除了這個一間 這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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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解決不了問題 另外就是我們現在 一間解決不了問題 對了解 那就是我們怎樣的 來我們 我們有 現在因為新概監獄不容易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現有的 自己監獄的土地上 我們如何擴充我們監獄的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女部長 你知不知道 你應該也是很清楚 至少有印象 就是現在回容率很高 那這個回容率很高 代表什麼意思 你現在是部長 你很重要的 你要聽你師長的這個政策意見 回容率這麼高 從88年的64% 現在已經提升到現在78% 回容率 再犯率 就是去讓你們關於過 去讓你們矯正過 矯正過以後 再犯率高達78% 那菸毒患是更高 對不對 菸毒患是 我聽這些相關的 像台南監獄 他們這個非常的盡責 回容率多少 你知道嗎 高達97% 那這個矯正完全無效 是不是 部長 這為什麼會矯正無效呢 原因在哪裡 你這個成立署以後 就可以解決嗎 再犯率高 當然 他也表示說 在監守裡面的教化 矯正確實做得不夠 失敗嘛 我們要承認嘛 那或許是 人心真的是 不古啦 另一方面就是 他離開監守之後 社會沒有接納他們 這個本來就是你的環境 你的成本在內 但是你現在矯正 不要談菸毒啦 那是一個癮的問題 其他的部分 平均下來 也有百分之六七十 的回容率 那 這個再犯率 我們部 部裡面現在有 要成立一個專組 針對再犯率 怎麼樣把它降低下來 我們現在有 當然我們是 集 我們部裡面的各相關單位 檢查師 保護師 矯正師 等等 我們共同來努力 好啊 那這個樣子成立一個屬 也解決不了現在國家最急迫面對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 人權的保障不足 第二個 收容這些人犯的環境 也不符合 應有的這個標準 第三個 整個矯正 的 績效 也沒有辦法凸顯 也沒有辦法 來解決這個犯罪的問題 的下降 這些啊 恐怕是部長要用心 所以我 我剛剛你跟我說 想要 這個可能有個集市 要離開 為什麼我 臉有 臉上顯露出來 有個不悅 就是說 像這個事情 你說誰可以代替你來處理 好 那你要成立屬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反對意見 問題是 你總是要 配套這些吧 要不然你成立個屬 這一些 依然顧我 這些問題依然顧我 那你這個屬的成立 就會被外界認為什麼 只是為了你們這一些 同僚 這些同事 他們 科建民國人公公 升官發財而已啊 那這樣子有什麼意義 這個沒有意義 我想你部長也不是想要做這個事情 那人權保障方面我們將來 這些配套 拿出來 當然不是說配套拿出來 我們才要通過 但是總是要展現你的系統性解決 我們的 這個矯正 處理相關 從人權到 我們相關的這個 設備 相關的 國家資源的配置 到整個績效的這個展現 這一套要拿出來 好不好 這只是其中一個部分而已 我們回去會馬上整理 謝謝 謝謝